上期说到赛上在巴黎混得可太惨了 毕沙罗对赛上的酒精看不下去了 建议他去巴黎周边的奥维尔小镇沉淀一下 还记得梵高的精神科医生加谢吗 他也住在这里 加谢医生就是第一个买下赛上画作的人 呜呼 可张啦 这个圈可真小 赛上参加过两次印象派展览 这幅画是他参加1874年第一届展览时的作品 我们这可是印象派展览 你这是啥呀 呃 不能说一模一样 只能说毫不相关 1877年的第三届展览时 开始使用新技巧了 传统绘画的远近法 讲究近时远虚近大远小 赛上呢 把前后画的一样实 背景颜色和前景一样亮 甚至为背景加上装饰性 没有纵深感和透视性 直接把画面变得平面化 他研究出的绘画技法 被圈子里的人无情嘲笑 这时候佐拉在巴黎已经是很成功的小说家了 他常常一买下赛上画作的方式帮他 还以一遍遍的鼓励 加油呀 加油呀 加油 加油 加油呀 最后 朋友 咱可能没这个天赋 要不别画了 哎 不如我来写本书吧 1886年 佐拉写了一本名为杰作的小说 讲述了一个画家 每天很努力地画画 可是没有才华 一直没有走红最后自杀的故事 我怀疑你在内涵我 哎 还真不是内涵 佐拉写完书就送了赛上一本 明明白白地告诉他 写的就是你 这赛上脾气再好也不能忍啊 把书还给了佐拉 写得很好 下次不许再写了 好朋友都觉得他是个失败者 赛上终于绷不住了 离开巴黎 回到了家乡普罗旺斯 哎 还是要回家继承千万家产了吗 同年4月 赛上终于和卫国门的妻子结婚了 喝饭了 撒花 同年10月 赛上的父亲去世了 虽然在遗嘱中形容儿子全无遗迹之长 但还是给他留下了相当相当相当丰厚的遗产 这个儿子算是废了 但我能怎么办呢 我也很绝望啊 我就这么一个傻蛋儿 还是给他留些东西吧 他的人际关系很简单 父亲 妻子 佐拉 是他生命中很重要的三个人 这一年对赛上来说应该算是一个转折点 赛上家所在的小地方 人们在结束一天的辛苦工作后 会去到附近的啤酒屋打牌放松一下 他们的一生都是这样的 但平凡的人生就没有意义吗 赛上开始思考这些问题 每一个生命绽放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于是他开始画身边的人和物 赛上画画很慢 隔壁的梵膏都画了几十幅了 他一幅都没画完 这就是你喜欢画镜物的原因吗 赛上觉得美部一定是高不可攀的华丽 身边的朴素也是美丽的 他一生都在画自己的妻子 还没画完吗 饭都要糊了 让美学落实在平凡的生活当中 美的标准多了一种理解 照相机的出现 对数百年来以写实有化为主流的西方绘画 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毕竟谁能有照片更写实啊 但是吧 那个时候的照相机像素D还是黑白的 我们要比照相机更好 画得更清晰 比不了比不了 于是 印象派开始研究光与色了 强调捕捉光影的瞬间美 这个时候赛上发现了一个照相机的bug 它只能从一个角度看世界 于是他研究了一个新技巧 把不同角度看到的物体 捏合在同一个画面里 你可真是个大聪明 很多画的透视都很奇怪 比如说这幅画中的两个盘子 你不用讲了 我已经看明白了 无论是学院派还是印象派 它们的本质都是在客观的描绘真实 赛上往前迈了一大步 主观了起来 画面变得扭曲 你品 你细品 不知 你不论 你不论 你不论